这个造成很多的一个民怨的所在 人民没有请求政府征收的权利 计程道路是私人所有 供人家内通行 既然我供公众通行 对公众特别的牺牲 总不能让人民牺牲吧 我们现在的政府 还是对计程道路死不征收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部分 是一个蛮棘手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计程道路 计程道路 而建筑法里面是计程向道 那建筑法上计程向道 它是为了指定建筑线 我们的路大概分做三类 一种是都市计划里面的计划道路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计程道路 计程向道 第三种就是我们在建筑基地里面 或是民法上开土地使用同意书 这些施设道路 供给人家通行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 就是这个计程道路 各位计划道路 我们通常会透过政府的都市计划 公告要不要征收 我们有机会再讲 我们来挑最难的这个计程向道 来说明 最有标准性的大法官 四字四百号解释 四字四百号解释 就是说当初在嘉义 在东门附近有一条巷道 它就是在供人家通行 但是这个土地是私人所有 那结果要把它挡起来 结果我们政府就去取缔它 这个在我们社会上非常常见 那因此呢 他们在认定说 你这个是私有的土地 那么因为物权法765条跟773条 是在法令的限制内 可以自由的使用你的土地表面上下 所以在法令的限制内 是私人所有的这个土地有法令的限制 这个法令的限制通常来自于都市计划法 区域计划法或建筑法 尤其是建筑法是最常见的 那么这个就要受到建筑法的一个管制 那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私人的土地呢 没有在法令的限制内 那如果我私人的土地 就是供不特定的公众在通行 不特定公众通行 如果说呢 我只是供给你这后面的这一户人家 或两户人家在通行 这是特定的巷道在供通行 这个是属于带地通行权的问题 这不能够形成叫做公用地义关系 所以各位呢 这个四字四百号解释叫做公用地义关系 这不是一个权利 这个就是说我们因应社会的需要 你的土地被人家走很久了 而且是供不特定公众通行 第二个它的要件就是通行之初 所有权人未曾加以阻止 没有阻止过 也就是说呢 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阻止过 但是现在常常很多人新拿到 或是他的子孙呢 就是会去阻止 那他呢阻止人家通行 就是想要改变 让人家继续通行的这个要件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在四字四百号解释说 所有权人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没有曾经阻止过 那如果我一开始就反对呢 就不能够构成 第三个就是说可能从日据时代或是八七水灾 很久以来呢 你就未曾中断 就是一直让人家呢 在走 所以就会形成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时间呢 到底要多久 有的认为是二十年 有的认为三十年 有的是从日据时代 各位这个地方呢 会调航照图出来看 有非常多的情况 本来是以前呢 牛车路 大概一两米路 那么后来呢 越走就越拖 越给人家走得越宽 然后甚至于工所呢 就来把它弄成六米或八米 给人家铺薄油 各位这个时候呢 法院告起来的时候 就可能只有原始的这个路呢 两米或三米 变成是继承道路 其他的部分呢 我们就不应该去认定 它是继承道路 那么经常呢 就会发生这样子 不断的给人家拓宽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告它 应该要把它除去 也不可以无限制的扩大 因为这个是对人家 所有权的一个限制 那么会影响人家的所有权 所以各位呢 大火官四字四百号解释呢 是继承向道的定义 也就是属于公用地义关系 再来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 这个公用地义关系 我私有的土地 我在供人家通行 这个是政府机关认为说 你在供人家通行 所以他呢 把它认为是属于道路的一种 你的私有土地呢 就负有供供用的负担 要供给人家通行 这个就是透过法律的解释呢 去把它形成的 但是这个算不算民法 765或773的法令限制呢 是确实是有争论的 因为他没有法律的民文规定 而是透过实际上的一个认定 所以各位呢 这种情形 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呢 应该要从严的解释 而不可以放宽的解释 那各位这种东西呢 只供公众通行 所以各位呢 我们来看哦 假设我们前面呢 这个是私人的继承巷道 以前在走的 那么呢 我们的房子在前面 那请问呢 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私人的巷道上呢 给他设车库 或是呢 给他摆摊子 作为自己的使用 各位这不行的 因为土地是私有 他除了要供公众通行 而受到限制以外 其他的土地的权能使用收益处分呢 都还在 所以呢 这个情形的时候 这个假就可以来告 设车库的人 还有来摆摊子的人 都可以用民法767条 告他猜污还地 还还给我土地所有权能 另外也构成不当得利 那我们就有一个案子 他在那里设车库 所以就被告了 被告了以后 他就要他拆车库 可是他车库盖得太大了 他是在那个巷子的 那个路的那个 比较后端盖得很大 几乎把他的房子也盖出来了 所以呢 他就不得已就像甲 买这个继承巷道的地 买了地以后呢 他为了要平衡他的支出 结果换成椅啊 变成土地所有权能 就来告丙 告丁 告物 凡是那个巷子里面呢 有站出来停车的人 他通通告 那这个时候我们法院呢 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也不能说 你这个土地是继承道路 你就不可以来告人家 因为这土地还是你私有权的 那法令说 如果你被认为继承巷道 那也只能说要供公中通行 并没有需要供人家呢 设车库或摆摊的部分 那各位 因为他是私有的这个土地啊 这个继承巷道的时候 如果给你拓宽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而且也不是以前都在给人家走 结果就给人家拓宽 拓宽了以后呢 还给人家受水沟 那各位 这个东西通常都是议员 受到这一个人民的陈情 然后呢 以前在很多的地方自治团体 就是政公所这一类的人呢 去盖了 那各位 这个时候我假地主呢 可不可以来告公所呢 应该要民法767条 要把这个水沟跟柏油挖储 回复原状 各位呢 这个就所有权来讲 继承道路可能就是用空照图 历练这样子 可能只有到A部分 那么B部分是你给人家拓宽的 这个是后来侵占人家的这个部分 这个可能还会构成 窃占罪或是无权占有 这个情形的话 依法律的话 应该是要给它拆除 然后回复原状的 不然的话 你就要给人家什么 征收 待会我再讲到征收 所以各位 它这个私有土地的这个权能呢 是存在的 那各位 第三呢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很多的这个争议呢 就是发生 我把路挡起来或把路挖断 他就是不愿意再供人家通行 他要中断继续供通行的这个部分 各位这个里长就说 这个土地呢 是属于继承道路 因此呢 它就发动这个抗争 各位 前提还得要它是继承道路 就会发生 到底它是不是继承道路的这个认定 那我的地在旁边 让人家走习惯了 结果呢 就变成是继承道路 那其实这个路 也原则上只到A部分 并没有到B部分 这B部分呢 是后来又被人家拓宽走出来 或是在停车 各位 我们就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初指定建筑线房子 就是盖层 这个样子 它要退缩的 结果呢 他们后来在增建的时候 竟然把它增建出来 增建到马路上来 各位 那为什么会增建到马路上来 因为前面是空地 空地那边又在停车 所以这个路呢 就会变成在空地 后来这个路呢 就变成偏移了 后来人家买了这个地 要在这里盖房子 他们就说 这个就是属于路 然后就找议员 找里长来陈情等等 那事实上根本就不是 这是人家的私有的部分 那他就是发动抗争 那我们的政府机关呢 也不敢对这个事情加以面对 不让你买管线等等 所以各位呢 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有时候是有理说不清 好像人多了就有理这样子 那其实在法律上 它并不可以这么样做的 那么各位呢 这个就会变成挖路 里长去抗争 但是各位 它是不是继承道路呢 大家是有争议的 那因此呢 各位在继承道路的这个部分 如果在建筑法上是要经过 我们建管机关呢 加以认定他呢 是不是继承向道 认定了以后 他才可以去指定建筑线 而这个地方只是建筑技术规则 建筑法的行政的部分 至于他呢 在法院要不要被认定为继承道路 还得要看 有没有试制400号的解释 经常私有的土地 也会被认定为继承道路 就透过群众来抗争 导致于我们很多的土地 所有权人受到了这个损害 所以各位呢 这个挡路了以后呢 这些里长等等来抗争 那么他就会去找我们行政机关 尤其是警察机关 你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那么他就要来给你排除开罚单 而这个罚单的话 我们将来可以行政救济 而行政救济的这个主要的增值点 就在于说 那我这个土地 是不是符合继承向道的这个认定 如果你不属于继承向道 这个罚单就不应该成立 那么各位呢 如果不属于继承向道 这些群众就不可以加以给人家阻挡 只是说呢 行事比人强 人多呢 就是可以违法这样子 造成很多所有权 无法去维护伸张 所以各位呢 这个挡路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你就变成政府呢 给人民用力量去 这个就是给人民没没收啦 这是非常不OK的事情 第四个 继承道路 既然我供公众通行 我为公众特别的牺牲 像老师就申请过大法官解释 我的私有土地 你农田水利署啊 以前农田水利会 就把我弄成水 不补偿我 然后呢 你又说你根据农田水利法的组织 从以前站到现在就可以不补偿 我为了这个事情 打行政诉讼都输 我就申请大法官解释 那么大法官后来说 这也是要补偿啊 所以你克这个税 当然就是在维护人民的权利 那么各位呢 所以这个公公众通行呢 我们大法官四字四百号 就说政府呢 应该呢 用各种方法 加以征收也好 这个是一个征收 那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透过换地的方法 你也可以透过抵税的方法 那也可以发动这个债券 用这个债券来分期付款 总不能让人民牺牲吧 各位你看大法官讲的多好 我们的行政机关 一直怠惰到这里 各位民国七十几年的一个解释 到现在我们的政府都说 我要可以跟你申请征收 他说请等预算充裕的时候 我们问他说预算什么时候充裕 他说你大约在冬季 各位意思就是什么 一直都不宽裕 但是我们放烟火啦 吃吃喝喝 让人民的私有财产 放在这个地方 人民就不舒服了 他就去行政法院 告诉政府应该要征收 你呢 应该要给我征收 我这个土地 结果我们的法院说 对不起 人民没有请求政府征收的权利 只有政府我想要做公共设施的时候 才有需要跟你人民征收 你人民不可以呢 要求政府要征收 是啊 都市计划 你把我弄成是道路用地或学校用地 你给我限制这么久 你五年可以通盘检讨 你说你要用到的时候 我才来跟你征收 但是我受到这样的限制 好了 你不补偿我也就算了 那你继承项道是已经拿去给公众使用 我也缴税 这些人都有缴税给你政府 你还说怎么样 人民没有什么实际征收的部分 所以大法官4至747号解释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捷运通过人家的这个地下 那你应该这个就是有所谓的地上权的这个部分 而且你已经把人家的土地实际给人家用过了 你应该要去征收 各位大法官都已经讲到这个样子了 我们现在的政府还是对继承道路死不征收 宽列预算 各位这个时候还得要请议员看看有没有扩打 等等我们要常常编列 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个民怨的所在 这个也是政府应该要实质去面对的部分 继承道路它还牵涉到能不能指定建筑线的问题 那各位继承道路要指定建筑线 在我们的建筑技术规则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依照民法已经经过这三个要件 变成被认定为继承道路了 第二个如果是已经被我们建管机关公告 而且加以认定是继承道路 那么它就可以指定建筑线 那各位第三它是有一点糟糕的 就是说如果当初这里在盖房子的时候 这个图已经画这个建筑里面 这里已经是继承道路了 这个时候说以前就已经有认定 现在我也是照样给它认定 当然以前有很多的建筑是驱工所所发出来的 人家不是继承道路 是人家的私有土地 你就给人家认定为继承道路在建管里面 因为人家没有去管理它 结果你就把它认定为继承道路 结果说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第四个会产生一个争议 这个整个社区里面 我的私设道路让人家走久了 可不可以认定为继承道路 这个应该是否定的 因为这个是属于建筑基地里面的私设道路 本来就是私设的路 不能因为它跟外在有连接 你就把它认定为继承道路 结果我们很多的建管机关 竟然是这样把它认定为人家的社区里面 整个当初是建筑基地或建筑计划里面的道路 长久公通行了以后 所以变成是继承道路去了 所以我们在社区的道路里面 都尽量不愿意跟外界联通 而且都要设这个管制 才不会又变了样 把那个土地的性质又变掉了 所以各位我们政府机关 在这一块道路跟私有土地的 这个交界领域里面 一直没有办法让人民全力 获得比较明确 比较平衡的保障 这一块实在是我们的民怨的所在 而且非常需要大家共同再去努力 我们现在计划道路 不管你开辟没有征收的 都可以做容积移转 各位公共设施保留地没有开辟 或以开辟没有征收的 都可以去做容积移转 那为何私人的土地公公种来使用 你把它认定为继承道路 你都不给它任何的一些保障 我们现在给它的保障非常少 可以免地价税而已 将来纳入遗产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不记录遗产 就这样小小的这个东西 人民的这个土地 它被拿出来也是供大家通行服务 我们政府给人家收这么多的税金 每年超增七八千亿 各位已经将近四十年 从我开始念大学四至四百号到现在 政府对这一块 就是几乎很少的作为 而且越远越烈 这种社会的问题导致于法律上 争执争端很多 到进法院的好文的就是经 派文的就临经 法院的判法各式各样无法八门 不管如何总是对人民土地 所有财产权的一个侵害 政府应该加以弥补的 这是政府的责无旁贷 以上请各位参考